感冒了 感冒了 一满一满 就赏了 赏了这样了 那咳嗽的 吃不吃药啊 吃了 孙德范62岁 气象仪器厂退休 退休工资2300元 丧偶 住房面积54平 这个 来 这个看看来 这个有啊 这个 这不是感觉 要说勤快 干净利索 孙大姐说了 一般人可比不过他 在唱歌方面 那更是数一数二的了 有啥什么时候唱 早些唱 总共有唱反正就是 你只要我在家 就哼哩哩哩唱 除非看电视了 不唱了 整是小表忠在嘴里哼了 一天没事 擦擦地也得哼了 今天我赏了他哑了 要不就给你唱一段了 赏了哑 从小到大 孙大姐用来解压的 唯一方式啊 就是唱歌 他说 只有唱歌的时候 才能暂时忘记 生活的艰难 小时候四岁就没有妈了 我爸就天天带着我上单位 给我放到坑下 我爸干活 放到坑下 后来我九岁 我最积母到我家的 也挺好 到这来第二年生个弟弟 然后呢 两个妹妹一个弟弟 积母对你怎么样 挺好的 那时候家里也穷吗 都困难死了都啊 没有 那啥人家花了 全内裤都没有啊 全都补丁落补丁的 都没有那个铺针 就拿那个 过去的裤铲片 到了那个男同志穿的裤铲片 那我晕晕的 我一小时候我就干净了 就那个烙链 我就烧链火 烧好了这孕呢 那样 一谈起以前的穷日子 孙大姐有些控制不住情绪了 小时候自己是个苦孩子 长大后又成了一个苦女人 现在都挺好的了 就是 现在就是寻找个伴 挺寂寞的时候 就是陪我说话 到磕啥的 互相关照一下的 就这样 但是首先一点 得对我好一点 因为我命太苦了 后半生对我好一点 年龄不要超过七十的 给岁度太大了 现在毕竟我年岁 现在六十多岁 我就找一个想放的 苦了一辈子的孙大姐 终于想开了 她要给自己找个老伴 共度晚宁 带着这个重托 我们的红娘 开始为苦娘孙大姐 寻觅良缘了 首先红娘就想到了 离孙大姐不远的 土石大哥徐志伟 你好 徐志伟 徐志伟62岁 外贸采音厂退休 退休工资3200元 丧偶 住房面积45平 行吗 这两个无事 好 徐大哥的屋子虽然不大 但功能齐全 收拾的也是井井有条 眼前的徐大哥看起来憨厚老实 早上红娘还没到的时候 她就多次下楼等候了 我看时间差不多了 我先迎一迎 要不早起来 不常来找不到 我现在 这不方便一点吗 我比较熟悉这块 你咋还有点紧张还怎么 这跟刚才这就不太一样了 是 紧张了 看起来呀 这徐大哥是有些紧张 红娘只得先转移他的注意力了 谁是新的 新的 新的为了迎接你们得干什么 这是 喜马尔晨熙 尊重对方嘛 是不是 尊重你 就尊重自己 怎么整完就不行 下半天还得换裤子 再换一换 那个是啥呀 下半天的表 那是我孙女上学的时刻表 给他送他 九岁去 你孙女多大了 九岁 一说起小孙女 徐大哥没那么紧张了 竟然还给红娘 绣起了小孙女 教她的英语 爱是我 爱是我 是喜欢你 爱爱我 我喜欢你 你这话你跟谁说的 我说这小伙子 摄像师傅 辛苦了 挺好 爱爱我 虽然是教你这一句呀 还有个子 打什么 个子早上好 个子衣不拧 是不是 个子衣不拧 紧张 划少 是徐大哥给人留的第一印象 还有一点 也引起了红娘的注意 不是你为啥不仇我的乐客 我仇女不好意思 你平时也不仇女的呀 还怎么 看也没有这么看的 咱也不好意思 总干的 是不是 工作关系之人也不能总看的 我知道了 你是不是生活中很少跟女的乐客 是呀 对 我接触的人呢 女的很少 那你这样的话 那你明天在相亲的时候也女的跟你闹客 那你就会闹了 那就会闹了 徐大哥说呀 自己是个宽容随和的人 最大的优点啊 就是一定会对人好 最不喜欢啥样的女的 我什么都行 没啥要求 这么大时候有什么要求 六十多岁的 性格呢 性格我都能接受 厉害的呢 厉害我也能接受 反正我总而来讲 我觉得比较实在 要对方认可我了 我催她 她身体好了 我催她条件 我都能接受 好